總統好 街上幸運紫色領帶 熱情跟海軍官兵打招呼 總統賴清德上任後 首次登軍艦 就來示導陀江級巡邏艦成員之一 蓄江艦 肯定國艦國造成果 因為陀江級巡邏艦 不僅具有高機動性和隱匿性 每艘還配備28枚防空反艦飛彈 是反制中共海軍的重要力量 不對稱戰力的重要支柱 為了海軍131艦隊辛勞 總統親自頒發佳菜金外 同時也看看官兵生活環境好不好 基隆軍港七千 是提升國防戰備巡邏 促進城市發展的重大計劃 也將陸續人工來勒使國防 基隆港 基隆市三人的目標 我也期許大家持續秉持忠義軍軍 能夠以海上守護海江安全 賴清德登上有航艦殺手支撐的 陀江級蓄江艦 蓄勉官兵也展現海軍堅實戰力 一張記者旭宣黃新成 在基隆的採訪報導